預備 報 火箭炮 榴彈炮 接著再發射反坦克飛彈 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 公布最新實彈射擊 考核畫面 除了展現士兵精準打擊能力 當然更要向外界證明 中國軍力不容小覷 而影片釋出的時間點 就在習近平奉美和拜登 會面之際 我想我們這種拜席會 繼續下去 I agree 全球關注的這場拜席會 根據一位美方官員說法 拜登要求習近平尊重台灣的選舉 習近平則說 他知道美國有中方 將在2027或2035年 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說法 但中國根本沒有這樣的計畫 也從來沒有人 跟他提過這樣的規劃 到底2035這個數字哪裡來 原來是2019年底 美軍所提出的 和他們的軍事行動的行動 都導致我決定 他們在準備一般的戰略 進行台灣 法府智庫CSIS 曾針對台海議題進行研究討論 美國海軍退役上校情報官 詹姆斯-法內爾說 若兩岸無法就統一達成協議 北京最遲將在2035年前 武力攻台 美國國防部早在2020年的 中國軍力報告中就指出 北京擁有的200枚核彈頭 將會在10年內增加一倍 不過到了2022年 美國認為中國已經提前 擁有400枚核彈 如果以這樣的成長速度估算 推測中國可能在2035年時 擁有1500枚核彈 中國的飛彈旅從2017年到2020年 增長了35% 相關部數還在持續擴張 今年9月底傳出福建艦 疑似再進行動力測試 接下來就要進行首次航行測試 加上目前已經服役的 遼寧艦 山東艦 中國即將進入三航母時代 美國蘭德智庫更預測 到2035年 解放軍至少會擁有6艘航母 另外還會有遠洋艦和小型戰艦 合計430艘現代化戰艦 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 中國在世界上建造40%的飛彈 美國和美國的戰艦 建造約1% 這讓中國能夠製造飛彈 超級的價值 種種原因讓台海緊張情勢 岌岌可危 台灣更是不能放鬆戒備 或許有人好奇 為何北京不在此時攻台 其實困擾習近平的 不是兵力和彈藥武器 而是當前中國經濟不佳 先前他忙著消滅團派 還同時清洗軍系 李尚福落馬至今 中國國防部長大衛 至今都還不確定 由誰來接掌 國內一片混沌不明的狀態下 可能使得北京難以火力全開 東三新聞 鄧宇清 坦路易報導